合資格申請跨區津貼的人士 在今個月22日開始 可以在全港72個政府部門的辦事處撒取 又或者從網上下載申請表格 下個月3日遞交 而獲批准的人士 最快可以在年底領取今年4月至9月 6個月的交通津貼 一共3600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忠說 雖然本港通脹惡化 但相信每個月600元的交通津貼 可以應付申請人日常的交通開支 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曾經我們的數據就是 一般的交通費 如果你在原區的 都是300元左右 跨區都是400至500元 當然有些是遠一點 所以600元其實已經是一個 相當寬鬆的一個 燈碼可以這樣說 是足夠應付到一般的交通費用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要跨區的 他又說 交通津貼連同最低工資 以及關外基金向新來港人士 發放6000元津貼等的扶貧措施 相信可以舒緩基層家庭的通脹壓力 有關計劃一年後會進行中期檢討 香港分頻電視記者黃嘉莉報導 還有更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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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感谢观看